一颗因为思念母亲而诞生的水饺 胡歌水饺 我有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还有我妈 她说妹妹小 我就负责赶皮 我妈妈从那个大陆 唯一带来的东西就是一个赶面棍 赶面棍两头尖 一两个月有机会包个角 会走上这条路来 也是一个穴杠人生吧 胡歌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做香菜水饺 北方人本来就喜欢吃香菜 因为以前香菜贵也吃不起 那现在有机会 我们就把这个香菜水饺献给大家 香菜大家都知道非常难吃的 还要清洗多少次 它是从土里挖出来的 它多费功 一包水饺里面 你咬到半颗沙子 感觉就毁了 对 所以这个功很细很重 胡歌水饺一颗 你看那么大一颗 不用熟 给大家看那么大颗 我的朋友男生 五到八个就饱了 可以吃15颗 因为我太爱胡歌水饺 虽然我那也留给你吃 现在我们在煎胡歌水饺 香菜口味 对我来说 香菜真的太好吃了 但有很多人怕香菜的味道 我们呢就是用快速卤 像这个啊 为什么要把盖子打开 因为里面的馅大概已经煮熟了 对 加速它每个都干 对 还有要让它的皮很酥 这是煎锅贴的秘诀 要有一个好的平底锅 要有一个好的平底锅 不粘锅 现在在收水的阶段 馅已经熟了 那我们现在用大火 但是也不能让它焦掉 那如果要有冰花 就是在这时候调一点 面糊水 加上去 感觉它就是会更酥脆 会更漂亮 所以我肚子已经叫了 很大声 现在吃感觉特别美 听一下这个大火的声音 起锅咯 胡歌水饺 台湾第一好吃的香菜水饺 我们也能吃 有句话叫做舒服或者躺着 好吃不过饺子 希望我们的饺子能够让大家常常能吃到